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磁力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假设有两个长指导线 那相隔距离假设是低 然后电流方向呢是相同的 这边左边这跟导线的电流呢 假设它是往上 那因为这个I1的关系 这个电流I1的关系呢 所以在右边的这个地方产生的磁场呢 根据这个右手螺旋定则呢 它这个在右边的这根导线这个位置呢 所产生的磁场方向是往内的 所以我们这边画叉叉 那又因为呢这个磁场 因为I1所产生的磁场 根据公式呢我们知道 它这个磁场是μ0乘上I1 除上二拍D 所以这个部分 代表的是因为I1这个电流 在右边这个导线这个地方 所产生的磁场 因为I1所产生的磁场呢 又有一个电流I2呢通过 所以根据安培右手定则呢 我们把这个右手的手掌指向I2的方向 那对着B的方向呢旋转 所以它产生一个磁力 这个磁力对I2来讲 它是往左边的 那这个磁力的大小呢 它会等于这个导线的长度L 乘上这个B1再乘上I2 所以单位长度的磁力呢 就是把F除上L呢 我们就得到这个公式 它会等于μ0I1I2除上二拍D 好接着我们来看I2这个电流 I2这个电流呢 说在它的左方产生的磁场呢 它的方向是朝外的 所以我们画这个圆圈圈 那这个磁场又有一个电流I1通过 所以根据安培右手定则 I1呢对着磁场转 所以它产生一个往右边的磁力 那我们知道μ0乘上I2除上二拍D呢 就等于是I2在I1这个位置产生的磁场 所以它的磁力对I1这个电流来讲 它的磁力是L乘上B2 B2就是μ0I2除上二拍D 然后再乘上I1 所以它们共同得到的一个公式就是说 因为对方的电流产生的磁场 加上自己本身的电流 所产生的磁力 那除上这个本身的长度 我们称为单位长度 就是每公尺所接受到的磁力呢 得到一个共同的公式 就是μ0I1I2除上二拍D 那由这个电流跟磁场的方向来做确认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就是说两根平行的长子导线呢 如果电流方向是相同的 那这两根导线所产生的磁力呢 就是说会互相靠近就对了 所以它是一个引力 这是当初发现呢 他们会认为很多物理学家呢 发现到这个现象 他会认为是因为电场所产生的 两个平行的长子导线之间呢 发现一个金属板 因为金属板的话 有的时候会对电场呢 产生一个阻绝的作用 可是后来发现到这个金属板呢 对它们的磁力呢 没有产生影响 那逐渐逐渐的就发现到呢 原来是因为磁力的因素 所产生的一个作用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假设呢 如果电流方向相反的话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应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 当电流方向相反的时候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讲过 假设这两个电流方向相反的时候 因为I1的关系呢 在I2这个位置 那磁场还是往内 但是根据安培右手定则呢 用I用这个L2 L2实际上就是代表 I2的方向 那Close B以后呢 它所产生的磁力是往右的 好 那相对之下 I2的电流呢 在I1这个位置产生的磁场呢 方向是往内 那加上I1这个电流呢 所以I1就是L1 整个拼音的长指导界呢 如果电流方向相同的话 它们之间产生的这个力呢 是引力 那如果电流方向相反的话呢 产生的力呢 是次力 但是 但是 单位长度 产生的作用力的公式呢 是都是相同的 那我们接下去呢 就利用一个立体呢 来做一个解释 好 所以这个 吻合这个长指导线 附近的磁场公式 那它是同方向的电流 所以它们之间会产生一个引力 那现在我们要求出呢 利用公式呢 来找出这个 任何一条导线 它每公尺长度的受力 所以根据公式来解释的话 F除上L呢 会等于μ0 我们叫μ0是4π 乘上10的-7次方 好 那乘上I1跟I2 那因为这个电流都是10安培 所以这边是10乘上10 那除上2πD 这个D呢 是1公分 我们把划成公尺呢 就会变成10的-2次方 那我们知道4π除上2π呢 就会变成2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2乘上10的 那-7呢 再加上两2 这边会变成-5 这是分母 分子 那分母呢 那就是10的-2次方 所以它每公尺的受力呢 是2乘上10的-3次方 牛顿 这是每公尺的受力 有关这个磁力所产生的作用呢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